好,議長,各位市府同仁,議會同仁,各位航廳的家長,各位校長,大家好,今天我質詢的題目,提出,提檢高雄區高中入學方案,那為什麼要提檢呢? 因為我們高雄區的入學方案,確實是台灣總共分15個考區,我們這個考區確實是跟其他考區不一樣,那以我的見解,高雄市在教育這個議題,其實是最配合中央,不是從政局長開始,從4年多前,蔡清華局長就提出了熱學方案,然後對應學校這個機制, 今天來陳情的民眾,有支持對應學校的,有反對對應學校的,幾乎分成兩派意見,那來這裡是剛好,因為這個就是價值不同,而議會是高雄市最高的民意殿堂,政治就是對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所以歡迎各位來到這裡,那為什麼要提檢呢? 所有的教育制度,最難的,就是因為你用試用的主體是什麼?是學生,權力單位是教育行政單位,是校長,是教師會,是家長會,但是主體是學生,實驗在學生身上呢,到底成功或失敗了,你要有一個檢驗的標準,那個檢驗的標準是什麼呢? 我想了很久,今天要提出來,來,下一頁 我先列正方跟仿方的意見,我的意見呢,跟後面的,大家舉的步調呢,也差不多啦,大概正方就像局長講的,五欲精衡發展,然後呢,照顧偏鄉,再回應呢,長期,重視,鄙視的兩個主要的質疑就是, 為什麼只有會考試的學生,才是好學生?為什麼教育,永遠都是有寫不完的評量券?考九十八分跟考九十五分真的差那麼多嗎? 我相信局長的報告就是在回應,長期對教育政策入學方式的這兩個質疑,那仿方的意見呢,就是什麼?這個制度不公平啦,剝奪學生的選校的權利,來,下一頁 那為什麼今天有很多陳情的民眾來反對呢?因為我正在民意代表啦,鄭芳剛剛教育局長已經講過了,我替他們來說明一下,為什麼他們那麼反對?我跟大家報告齁,這個對應學校,你注意看後面的步調,支持的呢,大概都是原高雄縣,來陳情的家長如果是反對的人,你問他大概都是原高雄市,所以對應學校呢, 是有陳鄉之間對立的問題,然後超而比序,競賽表現跟檢定證照呢,這跟家長的經濟能力有絕對的關係 經濟狀況好的就認為這個好了,然後經濟狀況不好的就會阻礙我階級流動,影響我小孩子接受更好教育權的權利 所以這個觀念呢,也是對立的,來下一頁 那,大概是在征什麼,大概就是征這個表啦 傳統的公立高工總共有25間,如果是依照以前的學測成績,那排名下來是很清楚的 第一志願大概雄中雄宇,然後四大戶中鳳山,然後大概四五六,鳳欣、新莊、瑞翔,大概同一個區塊,七八九十,大概同一個區塊 然後之後呢,從第十一名到第25名呢,大概會採取高中就近入學啦,大概簡單的是這樣 啊所以,他們到底真的,到底是在征什麼齁,剛剛局長一直在舉雄中的例子,其實是錯的 你可能要多多傾聽,陳勤家長的心聲,他們不是在講雄中雄女 他們講的大部分都是什麼,鳳山高中啦,鳳欣啦,十大福中 為什麼呢?因為雄中雄女,他就開放百分之二十嘛 168個名額,168個名額還要每一個學校一個 總共99所國中擴掉,就只剩下幾十,七八十個名額而已 七八十個名額又採全區對應,那些來陳勤的家長會想進雄中雄女免試入學嗎? 不是,他想進的是什麼?是鳳山跟鳳欣 為什麼呢?因為鳳山,今年一百零二年,樂學計畫開放了四百七十二個名額 鳳欣開放了四百三十六個名額,等於是鳳山跟鳳欣呢,已經先響應了明年十二年國教 他已經把學校百分之六十的名額都已經開放出來 所以陳勤的家長,他為什麼焦慮呢?其實他們是看到一百零二年的樂學計畫 其實呢,已經接近要落實一百零三年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 所以他們覺得一百零二人招生簡章,其實跟一百零三年差不多 啊,我也問過教育第一線的老師,問過校長,他們也認為差不多 因為高雄市呢,從九十八年開始,就一直認為呢,會推動十二年國教 那蔡清華呢,也一直往這個方向在推 所以,因為這個呢,所以正義在這裡,來,下一頁 高職的排名大概就是這樣,高職有分工科、商科、家政、設計、農科 那工科第一名是雄工,來,下一頁 那為什麼不公平呢? 在座有林雅欣欣,還有錢津的校長 然後我是林雅欣欣,錢津選出來的議員 剛剛那個局長特別報告到中州國中 他再不好,也可以有一個雄中雄女 再不好,也可以有一個鳳山的名額 你剛剛有報告過嘛,那鳳山高中呢,今年大量釋出呢 四百七十二個名額,百分之六十的名額都已經釋出了 錢津國中、新興國中、林雅國中,來,舉手一下 你們分配到的,舉手一下 你們分配到的名額是多少啊?是零啊 連一個通通都沒有啊 輸給什麼呢?輸給齊山地區的森林國中、內門國中 來,下一頁 下一頁,第一志願的高子是雄公 那我再跟各位報告,林雅國中又是多少?又是零啊 所以高中也是零,國中也是零啊 那我跟各位報告,我是林雅區選出來的 議長也是林雅區選出來的 林雅國中,兩個通通都是零 那你說再差的國中都有 再差的國中有沒有啊? 林雅國中很差嗎?我覺得他一點都不差 來,下一頁 那這是從98年到103年齁 免氏入學的名額,為什麼大家焦慮呢? 因為以前98年的時候,開放的名額很少嘛 早期是7%,20%,30% 那今年呢,公立高中已經開放到85%的名額 102年齁,明年要75% 那家長當然焦慮啊 那焦慮這個制度 根本我沒有對應到鳳山高中 沒有對應到鳳新高中 我本來可以考得上的 但是你把這些名額都弄到對應學校去了 我原來可以進的,變成不能進去了 這樣聽得懂這些家長的焦慮 那他們的焦慮合不合理呢? 如果以站在我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選擇教育的權利 家長代表學生,學生有受教權 因為你的制度改變,變成我的受教權被剝奪了 但是以教育局的立場來講 熊中熊女第一志願的學校保留 他只開放20%的名額 從四大戶中鳳山鳳新一路往下排25 從二到二十五應該是均質化、模糊化 所以高中就進入學 你們的觀念應該是這樣 二到二十五名要模糊 啊所以呢 對應學校呢 的機制就在這裡 那家長的觀念不能接受 也是在這個觀念 然後因為他是看到一百零二年的熱血計畫 所以聯想到一百零三年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講講 以前呢 從一排到二十五呢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學科能力分校 就是PR值差不多的呢 就同一個學校 那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五個區塊 那學科能力分校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那就是呢 因材施教 課程有簡單有中有難 如果你是排到PR值前面的 大概就教中跟難就好了 簡單的就不用教 那學科能力分校你把它打亂掉 二到二十五模糊掉 那你需不需要學科能力分班啊 來我來請教在座的公立高中的校長 你們有學科能力分班的舉手一下 全部都沒有啊 那我告訴你啊 有很多老師私下告訴我 他們學校是學科能力分班 怎麼會 通通都沒有了 來我再問一次 有數理自由班的舉手一下 學校有數理自由班的舉手 數理自由班舉手一下 不要舉完手又放下去 我沒叫你放啊 來舉手 數理自由班 來舉手一下 舉手啦 沒叫你放下你就不要放下 來幾個 五個而已嗎 好 沒有 來我再問你 沒有 學科能力分班是常態邊班的 舉手一下 完全常態邊班的 全部落實常態邊班 國中的常態邊班就是S型邊班啦 你們都知道嗎 完全是常態邊班的 舉手一下 完全喔 熊眾要騙誰啊 你騙我騙得過嗎 來 完全常態邊班 你考試進去 就是S型邊班 沒有根據學生程度的好壞邊班的 舉手一下 完全常態邊班的 幾個 你覺得你是完全常態邊班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 二十五所公立高中 只有八所是完全常態邊班 來公立高值我來問一下 完全常態邊班的 舉手一下 完全 來 來 來 國中完全常態邊班的 舉手一下 完全喔 來 有些有有些沒有 那 我們講 以前蔡清華 最喜歡講什麼 常態邊班 完全常態邊班 那你看有沒有 然後 來 下一頁 來下一頁 所以 你檢驗你這個高雄區入學的機制 對應學校 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 那來議會 我覺得議會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來看 我雖然是林雅欣欣欣欣欣欣、錢金選出來的宫員 對林亞欣欣欣錢、錢金 國中不公平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應該站在更高的高度 看全區 三萬兩千多名學生 實驗了四年下來 你到底教育成果好不好 一個指標 看你去考 高中畢業生去考 國立大學 及醫學院系的人數 連續看三年 是上升還下降 看101年 看102年 看103年 因為我們是98年 我們是98年開始實施 98年的畢業生 國中畢業生 就是101年考試 連續看三年 看101 102 103 國立大學的人數 是上升還下降 為什麼看國立大學 因為一般 高雄是勞工的城市 勞工的家長是看什麼 我的小孩 如果去念國立大學 表示什麼 他的學會比較便宜 他的師資比較好 他的設備比較好 將來畢業 會比較有前途 我相信是符合 多數家長的期待 所以 录取國立大學 及醫學院系的人數 來做 體檢高雄市 這個特殊的教育方式 對應機制的指標 我來請教在座的黃校長 你覺得合不合理 來 你回答一下 校長 打我來 謝謝 主席 還有下議員 各位議員代表 還有各位長官 我想 剛剛用戰的一個指標來衡量 基本上面 應該是家長是可以接受的 那 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家長 都是可以接受的 來 記長 答案 我想 其實謝謝小議員 其實跟對剛剛小議員所提到的 那個對應的部分 基本上等一下 如果時間 我可以再做解釋 因為對應之後還有非對應 我剛剛可能漏掉了 第二個 這個部分呢 我跟校議員 對 我跟校議員報告 98學年度入學的 是100學年度 參加大學的學測考試 99呢 是101年 就今年參加學測 那 當然 這個 我大概看了一下 100年度 各個學校的 升學率的提升呢 所有學校裡面 有19個上升 14個下降 基本上還是上升的多 這是整體 那我特別去找了熊中熊女 要跟各位報告一個非常讓人家訝異的一個數據 熊中呢 在今年的學測裡面呢 他99年度 熱血進去的學生有40個 40個裡面呢 這個這一次的學測頂級以上是63級分 63級分以上的有32個 代表的是有八成的孩子是在頂標之上 這是熊中 其中呢 10個滿級分裡面 有兩個是熱血進去的 熊女的這個數據呢 也一樣讓人家振奮 在45個99學年度入學的 今年的學測呢 有37個是頂標以上 63級分以上的 佔了82.2% 他的滿級分的三個裡面有一個是熱血 所以從這裡看得出來 熱血推進進去的這些學生 相較於用激測進去的學生來講 他們在學校表現是高的 基本上學校的所有升學率是所有高雄市應屆的考生 我中立高高增高 全數的學生加起來 比如說中立的指標 中立的指標來分量 這個高高的農學方式是是什麼 其實結果是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不學科技的 我不是靠變論 我相信變動文學變語 我相信的是 看實驗的結果 李遠哥也不是口才 老去南諾別人 他口才一點也不好 你看實驗的結果 高雄區的入學方式 值得全台灣選擇 高雄區的入學方式 從五年前 就一直被中央 要推動的設定指標 對面機制確實 只有我們才能 那你覺得 結果是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 你從頭都一定是指標 根據學員報告 我們希望高雄的所有的校長 跟所有老師 能夠認真辦學 能夠把教學落實 整體提升一定上來 那至於制度的笨論來講 是做決定是否進到這個學校的學生 基本上我們會來關心這個一個 一個升學率的提升 這個我想是可以 來作為檢驗的指標之一 但是要看的是制度 是不是這樣的制度投入 產生的結果 是不是它造成的影響 這個要科學的一個分析 我可以把教育員這樣的意見 把它介紹下來 用我學社會科學的 我們來做追蹤 來檢驗我們整個制度改變之後 學生是不是獲得更正向的發展 這個我們願意來做